前總統陳水扁保外就醫中 但卻能在台上邊唱歌邊搖擺 腰高音 中氣十足 手不抖 輪椅也不用做 看起來神采奕奕 就連一般民眾也看不出 有何需要保外就醫的理由 跟著阿扁打拚多年的 前議員郭秀珠出面踢爆內幕 懷疑女兒陳曉玉大敗 是阿扁倒戈和新潮流的 利益召喚 陳曉玉和阿扁合照 郭秀珠說選前和陳曉玉拜訪阿扁 多次徵詢意見 但卻在關鍵時刻一切都變了 他有說過 新潮流關於不是曉玉要關於 我們都做步驟都叫阿扁總統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 結果你跟新潮流去拚條件 不然你也可以跟我跟陳曉玉叫去 如果新潮要選總統啦 是要跟你阿扁總統 都可以跟我說 我不知道你總統 你阿扁總統你是受到什麼委屈 還是受到強行 你不應該來利用一個28歲的小孩 郭秀珠質疑陳水扁選前轉挺郭文文 是阿扁為了求特赦和新潮流的交換條件 女兒成了民進黨內部陰謀的犧牲品 阿扁氣保陳曉玉確保郭國文勝選 緊隔兩天賴清德又宣布零表 只能說時間點 真的好巧 記者綜合報導